Hello 大家好 我是蜜子君 其实最近一直想要一个事情想跟大家说 因为我最近做梦经常梦到它 你还记得我吗 我们又多久没见面了 我的火锅串串烧烤麻辣汤炸鸡 你们呢 你们呢 你们又多久没见面了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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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疫情过后呢 我们就可以出去吃好吃的 最近你们一定要戴口罩新洗手 能不出门绝不出门 今天带给大家吃播的内容呢 我的臀娘 臀娘打拼开始 是不是感觉环境变了 对没错 其实我准备过年后就搬家的 但是现在完全没办法搬 因为现在全国各地很多小区都是 搬封闭式管理 今天成都的天气特别的好 不好我就没有化妆了 我在老加拿今天真的是一套睡衣过年 我今天化了一个妆 刚才拍了我照片 发了九宫阁的微博绿洲 结果呢就有很多评论说 我绝对不是蜜子军的黑粉 因为他的照片和视频真的很不像 然后还有一个 他说为什么我总觉得你的照片 比视频瘦呢 那九张照片确实 我从早上十点 直到下午两点钟才发送 不过美好看就行了 家里有很多品牌方送的食物 今天要吃的就是三味书的一些糕点 我们先来吃这一个榴莲酥 好好吃哦 它这个皮一层一层的特别的酥软 口感细腻 榴莲特别的香浓 它一盒里面有六颗 这一个是 柳油果酥 一二三四 为什么它只有四颗呢 因为我昨天到成都吃了一颗 今天被我妈吃了一颗 我好想等会给我妈吃一下榴莲酥 这柳油果又好好吃了 它这个馅完全把柳油果 它本身的那种香味保留在里面 吃生的柳油果 它是有一种 我会觉得我不太好接受的味道 但这个柳油果酥的馅 羊肠必短的柳油果馅 口感真的很松软 拍一个给你们看一下 真的 它这个馅极其的松软丰富 你看它的皮真的很软 然后一层一层的 好吃 再来吃一个有声音的雪花酥 然后它是以大袋装的 然后里面有不同的味道 这一个应该是蔓延美味的 奶香味十足 甜蜜蜜的 但是它不会蜜 我觉得这个黄色是芒果味的 你们觉得它是什么味 看我表情了 咸淡黄味道的 妈妈妈 我给你吃个骨铁 你出来一下 来你走走走来点 我妈不愿意露脸 你刚才吃这个柳油果酥 好吃 好吃 你用普通话 因为我妈的普通话特别的愉快 好吃 好吃 来妈妈 你要吃一个这个饼 谢谢 很好吃 你吃得管榴莲 我吃 我喜欢吃榴莲 你喜欢吃榴莲 因为我妈怎么说呢 嗓高是不是 对 所以平时的话吃水果就 没当吃 没当吃就没怎么吃 就很注重这些 好吃真的假的 你说实话 不要觉得我在录视频 我喜欢吃榴莲 但是我也不能经常给你吃 我是偶尔吃点 偶尔吃点 妈妈最喜欢吃什么 我来猜一下 水果 我妈最喜欢吃榴莲 榴莲 最喜欢的榴莲 最喜欢的美食呢 你喜欢吃什么 喜欢吃熟肉 炸肉 红烧肉 但是我要脊椎 12年级 哎 妈妈 我在家里面录视频就是这样 然后我妈就会很客气的 不打扰我 然后觉得我不看电视 就进去耍手机 哈哈 你那里头咋子吗 看小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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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 我妈意识真的是很好 你还吃不吃 不吃 对我觉得真的 就一天一刻 就好了 谢谢妈妈 欢迎送妈妈 辛苦了 辛苦了 哈哈 其实实际上不是很厉害 我妈一天都是 我妈没带个闻的 我说话给你们说 妈 你整天没带个闻的 对不对 我没带个闻的 你胸蛋还明明都很凶 真的很凶 我妈真的很凶 要不然也不会交出我这么过爱的女儿呢 这一个是黑凤梨 妈妈 我给你唱作歌 黑凤梨 哒哒哒哒哒 你从听得到 黑凤梨 就喜欢你的意思 谢谢 必须 谢谢 你又不知不觉来走到我 你什么样子 又不想出这儿了 又想来来这儿走 你到底什么意思 我妈 我以为你还多来做 真的是口是心非心表不一的女人 满满的下 嗯 好吃到饭了 妈 你是不是要吃凤梨酥 你要不要再吃一个 我这个好好吃 你吃涨了 你来的不勉强吗 吃了一碗吗 吃了两碗吗 来来来 我妈今天早上吃了两大火鸡面 那个面好吃吗 面很好吃 但是有点辣 我还有了是番茄酱 这个是海椒帮我拿的 哈丑哈丑 有点甜甜甜甜甜的那种 有辣的 我又是番茄的那个女人 结果我哈丑丑 接着一次疫情的时候 我妈还是 医生各方面挺好的 但我爸 我整天生我服了 整天生帮我起餐了 起早了 哈丑大姐 要练为什么老孩练到起工呢 身体好的 根本不得怕 这口罩我带 我们哪个地方 拉溜了是 我们好三好碎的 还几个好好穿 那么可能有了是吗 结果第二天 重庆河川公布有缺诊的病例 来哈总老孩 听话他 那我爸基本上也不怎么出门的 但是出门到个垃圾 他也会乖乖的把口罩给戴上 这个是草莓味的 我还有什么没吃到 这个 桃心的 比心 我也不知道是什么事了 忘了 蔓越莓凤梨酥 这个味道相对其他来说 就更酸甜一些 送你一朵小花 这种茶味的凤梨酥 2月5号然后我哥哥开车 送我从河川回的程度 然后我妈就留下来陪我了 然后我们一路进川 就哥哥战争的 就给人感觉 但凡有一点蛛丝马迹的 他们都可以 逮倒 就这种 我真的很佩服很敬畏 人民的英雄 然后我接下来的几次吃过 我也不敢点外卖 吃的可能 就要么就是这种现成品 要么就是螺蛳粉之类的 但我觉得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话 我吃什么重要吗 还是总要的 因为这段时间 我觉得大家的心 就是情绪 可能会波幅比较大 我也希望我的视频 你们看到的时候 能放松一下 让你们开心一下 愉快一下 这也是我 虽然没有很丰盛的美食 我要救我 但是我也想尽可能的陪伴着大家 你们是不是要问白羊去哪里了 因为过年嘛 我回老家 所以白羊就鸡羊了 他现在正在洗澡 然后等会儿就回家了 放大一点 吃播时间 哎呀 镜头拉进之后 我的刘海真的好长 现在已经戳眼睛了 然后我的指甲也是掉了 都没办法补 都没办法修剪 但我觉得这些比起在一线的英雄们 这算啥事 我来加点水 我是不是很聪明 我里面加的是冷泡茶的茶包 有一次我不知道我怎么了 我突然间说 它有个洞 这个茶包 我可以直接把它放进去 矿泉水 凉的可以直接饮用的水 那我为什么还要等开水烧开 凉透了之后 再泡茶包呢 然后我从此 牛莲酥吃起来有一点豆乳的味道 不知道为什么 然后我妈这一次下来 她还有一个任务 就是帮我一起搬家 因为她说我 啥子都不懂你还搬家 因为在老一杯搬新房子 其实有讲究的 不信我们听小鹿的 小鹿小鹿 搬家有什么讲究吗 一搬家最好选择上午 到天下午去行入宅宅宅宅宅 二 通常情况下 搬家要在下午三点之前完成 否则夜间搬家 可能影响你的运气 嗯 我觉得昨天我跟我妈听到的版本是 还要进屋的时候 要把你身上最值钱的 最有价值的都带在身上 比如台品油盐 金银珠宝 现金 卡 我还学一下我妈妈的粉黄 小鹿小鹿 在哪 不行太理标准 我叫我妈妈来 妈妈 妈咪 妈妈 妈妈 你过来呀 沙子 沙子 小鹿小鹿 嗯 放一首歌 请放一首青藏高原 你来很红的 挺大的 挺身心的小鹿 很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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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厉害 韩老师 十岁 唱唱唱唱唱唱 来妈妈妈妈妈妈 坐坐坐 千年你期盼 难道说还有 我愿的歌 押了手 那就是青藏高原 哇 哎呀唱得很好呀我妈 你们觉得我妈妈唱得好不好吗 我觉得我去妈妈唱歌唱得好 就偶尔会破破音 然后支持 哈哈哈哈 为什么这个是我妈 普通话不调整 你怎么就不出镜吗 你真的不想出镜吗 你是假的意思 你还是真的 真的不好意思 真的不好意思 我妈生活的时候 我三十岁生年了是不是 三十 三十生年了 我一个哥哥 哪里是 你二十九太生姐姐呀 对呀 你二十九太生了 对呀 哪里现在有什么事 我哪个年代 从长哪个年代 是卡罗婚姻的 是卡罗年龄的 你二十八岁的时候 会有张罗养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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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子不 哪里就等我现在開气想好多水 儿子 谢谢妈妈 我也觉得 我心中永远的是张罗辣的 小北才 都是来我北才是吧 哎 从小听到大话 我今天喝的配的是咖啡 后来加了一点冷泡茶 我一口妇女酥一口咖啡 哇 这个饮品搭配起来 会刺激他的内馅 那种酸甜的味道 味道会更加的强烈 强烈在什么地步 不止于想吃了一颗粉粒了 我现在说实话 我最想吃的就是泡椒牛蛙 关键时期算了 前几天我不是发了面试盒牌吗 其实说实话 老杰索早就全约了你的朋友 你懂得也太多了吧 不过说实话 我确实是想有更多的美食博主加入我们 但是和圆圆的盒牌真的是 也不是说第一次真的是为数不多 我不是帮他说话 因为我会觉得我内心很尴尬 因为我看了一下评论各方面的 就大家对他就用一个标准的眼光去看这个视频 就会说出自己最真实的一个反馈 我觉得大家都是很用心的在看视频 这一点我觉得你们真的很棒 不愧是我的铁粉 不愧是我的落子鸡们 但是说实话 我现在就是比较尴尬 我比较自责 因为我当时看了简历之后 我们就直接联系到他 然后他有问我要准备一些什么 或者注意一些什么 我说不用就真实的 就是面试的一个桥段 然后我在旁边有比较杂烦 然后就形成了一种鲜明的对比 大家就会觉得他比较高冷 然后不笑 然后没有路人员 跟我的风格不一样 因为是我的媒体频道在发这个视频 所以我觉得用户更多的是喜欢我 这种类型的 然后他的话 就可能是另外一种风格 然后我就想着一个女孩子 然后看到这些评论 就压力应该会很大 然后肯定会内心自我的否定 我考虑的比较少 因为我真的是没有想到就是 哎不过现在更多的还是他自己在思考吧 今天其实有给我发蛮多消息的 其实我能感受到他的一个心情啊 因为我是这么一路过来的 我能感受到他现在的心情 但也有很多有建设性的评论 就是他可以从美妆加美食 或者做奴隶高潮的视频都是可以的 我觉得天哪 各大网友们真的是行走的团队呀 反正我认为怎么说嘛 很多东西需要慢慢来看他自己的想法 我也尊重他 我们也要跟他说 如果他真的喜欢热爱 然后想重制这个行业的话 也有尽可能的去帮助他 但更多的就还是要靠自己 找到作为一个美食博主 就自己内心想要呈现给大家什么 分享给大家什么 对了刚才有说的签约这个事情 我相信看我视频的朋友毕业之后 可能也会从事这方面 把它当成一个全职 当成一份工作来做 给到大家的建议就是 无论签约一否 我觉得这个还是要看性格吧 有些朋友性格就是属于签约了公司之后 可能会发展的越来越好 有些朋友的性格就是签约了公司之后 会觉得有束缚或怎么样的 无论是签约公司还是自己做 都是没有错的 不过是还是要看自己 要坚持要努力 当然还夹着一点小小的地气 好了我的团娘今天又少了一个小角落 请问我视频的朋友可以订阅我的 YouTube回频道 密子军MIRES 大家一定要多多评论 我会在上面继续回复大家的 我现在要下楼去接白羊 这是我今天拿菜在小区里面提的篮子 电梯里都有这些 你也太想活了吧 好久见 白羊认不认识我了 你被剪养了十几天了 白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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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让我吃个鲜桃